如果讲到比特犬的话 大家是不是都会觉得非常的害怕 今天猛虫搜奇的单元 建文哥就把比特犬带来现场 而且他说比特犬其实很友善 真的啊 讲到这个比特犬 第一个概念就是它很凶嘛 对 而且很会咬人嘛 对 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 所以今天才会带着这个口服 对 所以现在农委会规定是这样子 第一个 比特犬已经不可以养了 两年前就规定了 所以现在已经满了两年以上 第二个 如果说你当初有养 后来经过登记 变成合法的比特犬之后 你到外面去必须合乎以下几个规定 第一个 你要戴上嘴套 第二个 要成人陪伴 是 好 再来第三个 要1.5公尺以内的绳子牵引才可以 不能太长 对 不能太长 怕它冲太远 你拉个三公尺的 一样可以吓到人 对 所以你牵出来必须符合这几个条件 你才可以养比特犬 那大家对比特犬有一种认知就是很凶 事实上 比特犬根本就不凶 其实凶不凶跟品种没有关系 跟人有关系 你人怎么教 怎么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 只是因为比特犬当初在培育它的时候 它的咬合力瞬间可以达到80公斤 80公斤 比一个女生还要重 所以它一口下去 比一个女生还重的时候 当然很多狗就受不了 所以大家就误以为这个狗很凶 其实很多狗都会咬人 对 也会咬狗 其实它比较大只 它咬合力没有那么大 它因为一口下去就那么大 就那么厉害 所以大家就觉得它很可怕 但事实上 是主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你没有把比特犬养乖 养好 养稳定 那当然就会造成大家的误会 所以被禁养也是自己造成的 也不能怪人家 那至于养到这个比特犬 已经是合法的 那你还是要把它照顾到很好 所以前一段时间发出了很多 发生了很多后遗症 比如说有人弃养 有人不养 那我不想去登居 我就把它丢了 可是现在的规定就是 你要养比特犬 你必须有养过的经验 你才可以养它 所以现在流浪犬中心 有非常多的比特犬 没有人理它 这是一个后遗症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跟健康有关 因为比特犬 它这个皮肤 它是比较松弛的 好可爱 对 然后再来一个它是短毛 在台湾这种气候 特别容易有什么 皮肤病 掉毛等等这样的问题 所以当你养到比特犬的时候 必须注意几个事项 第一个 它的食物 饮水 还有它的环境 再来一个 它的皮肤病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然后平常没事 就去顺顺它的毛 然后摸摸它的皮肤 拉一拉 看看有没有毛 会掉得特别的多 如果说以上的状况都符合 而且它的大小便也正常 适度的运动 然后出去的时候 一样有牵引绳跟嘴套 我相信能够把比特犬 一样可以照顾得非常好 在剑猴哥带来一只 据说是猫界的泰迪熊 今天带来这个叫做 英国短毛猫 好可爱 形称英短 那这个 不要我来报 因为这只要是不小心摔下去 光它的子孙 一只都要二三十万 价值数百万 超过这个数字 小孩一只都二三十万 所以我不敢报 所以要去变我买单 所以我其实主人自己报的 那这个英国短毛猫 是大型猫种之一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了 英国短毛猫不是只有小小只吗 没有 它其实应该是 至少要七公斤以上 所以大家印象中 好像三四公斤四五公斤 不是 这英短都至少要七公斤以上 像这一只 它去比赛的时候 它都可以高达8.5公斤 甚至有人把它养到十来公斤 那大型猫种是什么呢 免阴猫 对 挪威森林猫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叫做这个 英国短毛猫 还有一个叫做俄罗斯的 还有一种长毛猫的俄罗斯的 大概总共有四种 三四种是属于这种大型的 那像这种也是大型的猫种之一 那如果养到这个叫做 英国短毛猫 我们要注意几个事项 第一个呢 它的这个毛 它从腻的方向往上输 它必须要马上回弹 为什么 就代表它的健康非常好 是这样可以这样分测 你看它这样子 要马上回去 马上回去 如果说你腻毛 那毛就卡在那边 就不回来了 这个要小心 要赶快来带来给兽医看一下 那再来第二个 是它的这个两个耳朵中间 至少要四个指幅 中间这个地方 你把四个指幅放在这边 好可爱喔 有比这个大 所以这个头型可以 像在场来宾的那个真倍数都很高 像我两个耳朵就超过四个指幅 头鞋是可以 然后再来呢 它的眼睛跟脸必须是圆的 太可爱了 好可爱喔 必须是圆的 当然有人说什么英国短毛 它的腮要很大 其实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的脸一定要圆 好 再来你的头型 从上面往下看 也是要圆的 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这一只英国短毛猫 它的体型的肌肉感 必须非常明确 肌肉感 要把手这个肌肉感 有喔 你看一下喔 有把手 有耶 还有背肌喔 它不是肥胖感喔 对 它是肌肉感喔 它有线条耶 糟糕 我家的猫没有肌肉感 大家看到它 很乖在这里 对 它已经拿过非常多是 全国体格大赛的冠冠 见美猫就对了 对 它的体格是非常健美的 所以它很像那个 以前我们养的那个叫恶霸犬 有没有 猫竟恶霸犬 如果有机会养到 这种叫做英国短毛猫 我们刚才讲那几个重点 务必要注意一下 这样子才不会 养到这个不健康 或者是养到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小的时候 家里也养过兔子 那最大养到最大兔子 顶多两个手长大 但是建宏哥今天带了巨兔 而且这个尺寸只是小孩子 对 它这一只叫做佛莱明兔 佛莱明兔是巨兔的一种 它可以长到超过10公斤以上 据说国外还有一些 可以长到快20公斤 像这一种 20公斤 对 那这一次 目前大概才4公斤上下 可是它才三个月大 对 也就是说 如果它载过一年半载之后 它应该身体可以拉到 大概100到110公分 就像这样的照片一样 对 它体重 抱在一半的位置而已 体重可以到十几二十公斤 真的比我才高的 对 国外很多很流行在养这个 巨兔 对 那为什么呢 它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没有叫声 对 再第二个 它的大小便 它自己会到一个兔盆 那个便盆里面去吐 会有固定地点 不是去吐 去大便 不是讲到 包沙盆 对 包沙盆 它会自己跑到便盆 去大便 OK 好乖哦 而且没有什么体臭 那可是既然要养到兔子了 你对它很多的生态要了解 要不然 你养一个兔子 然后一直喂饲料 也不是办法 对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各位观众 有几个重点要知道 第一个 兔子的视力 比人类 它这个不是讲视力多远 因为它看东西出去 都是模糊的 对 可是它重点 它的广度有350度 后面这边都看得到 对 所以也就是说 它那个兔子 它的这个 它的瞳孔是可以看到后面去的 那唯一的10度在哪边 就在鼻梁这个地方 看不到 这个是前面 看不到的是鼻梁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那个兔子在逃跑的时候 它就喜欢这样跳 左右 对 那原因是因为它看不到正前方 所以它这样跳 那第一个 350度的视觉 那在第二个 它的心跳有150下到250下 那么快 对 那我们都知道 像那个我们看海上蓝鲸 它一分钟才两下 对 才两下三下 所以我们对于心跳这个东西要很了解 为什么 兔子为什么心跳那么快 因为它是被掠食者 它常常被追 随时被战 所以它心脏也很有力 平常要训练很有力 要随时冲走 对 如果突然被追的时候 那它心脏跳那么快 它才撑得住 爆发力 所以再来一个 第三个重点 我们爆兔子不要拉耳朵 对 因为它很多的神经 各位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神经都在这个位置 好白喔 好漂亮喔 都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我们错误的爆发 直接这样提的话 它搞不好就会 会有很多神经会受伤 所以刚才讲那几个重点 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视力的问题 我们养兔子很多都是被吓到 然后就死掉 对 所以你养那兔子 很多人说 我没有 我就在后面 就突然在穿雨衣 它就吓死了 那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它看得到 所以很多人在养兔子 不知道这件事 它以为我没有在它前面 我在它后面 这样就被吓到 然后再来一个 可能给小朋友玩 小朋友不知道 就这样乱了 然后要不然就是说 把它抱起来的时候 心跳怎么那么快 它怎么了 就自己都很紧张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要养这种所谓的特殊宠物 一定要非常了解它的生态 你这样在养它的时候 你才可以给予正确的饲养方式 要不然就自己把自己给吓到 然后要不然就把它给吓到 这样都不是动物福利的一种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